那佩佩妳是常跑夜店的嗎 我其實現在真的算比較少 不要給我做形象喔 沒有沒有 不要消毒喔 我其實以前都覺得 就是我這一輩的小朋友 會覺得說 妳有夜生活 妳有這個很酷的朋友 是很屌的 是很特別的 好像有一些同學說 妳有去過夜店嗎 我們當時就大學生剛開始 然後我其實沒有在台灣讀 所以就是高中畢業的那段時間 才會第一次去夜店 然後這一段時間都不在台灣嘛 所以我覺得我第一次 加入這個夜生活行列 其實就是幾年前而已 然後幾年前我覺得我真的算是 喝酒勿試的 就紅牌第一名啦 真的耶 我也是三大熟才認識你耶 我當時等於是說高中畢業 當時大家都小 只是學生 然後去那邊玩玩 我覺得那種不叫玩夜店啦 真的去夜店 第一次我覺得就是那個 三年前 我當時準備要發一張專輯那次 然後那天就真的喝得比較醉 而且我就突然覺得說 大家都認得我好像 我是明星嗎 我是富二代嗎 我開始有這些幻覺 然後剛好那一天 包廂裡面都是比較多兄弟人 他們的氣勢都很強 兄弟人 兄弟包廂 然後他們就是會 呼吸派 來啦 他好像就是 你知道我是一個藍針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像這就是這樣玩的嘛 我們就來喝來喝 我到現在都記得 野閣炸彈 真的不可以隨便亂喝耶 野閣炸彈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然後 那一天晚上就被警察撞了嘛 然後就上手了 然後就那一天的 對啊 這就是我第一次去夜店玩的經歷 但是我是覺得 被哪裡跌倒 就是在哪裡站起來 這句子 有話嗎 這句話是用在這邊的嗎 我覺得就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就是 所以對大眾而言 就是大家覺得說 陸續包廂是笨蛋是不是 你就是幹這種蠢事 然後給你巴黎姐丟臉的時候 我覺得說不行 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不是出去就會闖禍的人 對 沒錯 我出去就要 也很帥 你是順帶的 那你怎麼站起來 這樣怎麼站起來 我後來就還跑去 同一間夜店玩這樣子 然後後來很好笑 就這樣 很好笑 因為後來他們 這間夜店的這個 保安同事們 就看到我 他們都會很緊張 就覺得說 拜託不要再來這邊惹事 因為他上新聞了 你們的目標太大了 我後來就真的都很乖啦 對啊 真的 就玩了大概有個兩年 很喜歡往裡面跑